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不敢悠山万水 到处参学是为什么 为了生死 为断移生性 去参访善知识 后悍我们现在这个作物的时代 还有空闲时间去搞这些事情 要真正可惜 所以要认真修学 于是我们体会到 这个支持名号真正的意思 支持名号 也就是我们要支持 精正对我们的教训 哪些佛教我们做的 我们一定要做 努力去做 哪些佛教我们不要去做的 我们决定不做 这叫支持 这叫支持啊 名号的 就实实在在 喊着这个意思 所以名号功德 不可思议 金上所说的 善男子善女人 这个诗包括在家出家 四种弟子 善男子善女人 我们也应该能体会了 能够真正入教修行 刚才说我们是佛的好弟子 好学生 佛的教会我们都认真去做 这就是善的标准 这才是个善严子善于人 如果佛对我们的教会 我们记不住 我们做不到 那就不善了 因此无论在家出家 老少归间 乃至于四生九友啊 只要能够体会到佛的意思 佛的心愿 遵照佛的教会 依教奉行 这就是都生都节的善根成熟 无腻食物 这是讲我们现前 这个向上 纵然是无腻食物都交善 无腻食物都回头了 他听话了 一佛的教会 他就做了 那个悦食物都叫做真正的忏悔 他回头了 依照佛的教训去做了 欧毅大师又特别提示我们 净土这个法门 要求的是三个条件 叫三自粮 幸运行 这是往生的三个条件 实实在在讲呢 这三个条件通通具足 福就是菩萨的三会 大师直播上所说的 净念相及 无有间断 这个就是四会 私 我们是凡夫 凡夫 都是用思维 想象 我们没有办法 不用它 纵然讲 修观 实际上 缓是用的 第六诗 那个 焦光大师讲的 血食用根呢 那是什么人 那是法神 大师用的 我们反复 没有法子 用不上 我们的诗 舍不掉 诗是什么呢 是情诗 就是妄想 贪嗔痴慢 这些杂念 你能舍得掉吗 舍不掉吗 所以那是法神 大师 才能够 学习用根 这是我们 一定要清楚 那个不是凡事 那用思维 思维的力量 也很大 前面曾经跟各位报告过 佛格我们说 一切法 从心想 心想 就是我们现在 第六诗的思维 因此 我们要下定决心 列定志向 专详西方净土 这就对了 专一 阿弥陀佛对我们的教训 也是一念不忘 一教奉行人 这个样子 念佛 这叫 志识 念 这就是 四识 从四上识 是我们 一般人 人人 都可以 做得到的 第二种方法 那是 智慧 比较高一层的 所谓是 上根人 立根人 他明了 是心是福 是心做福 他对着 非常的 明白 因此 在他日常生活当中 他能够达到心尽一如 能所不二 这样的念佛 这叫做 理智 叫理智 这是 志识名号 年中不同的 境界 也就是 两种不同的 形式 无论是 哪一种 形式 一定要 破母职 才叫做 思义行 一定要破法制 才叫做 理智 诸位 要知道 这个境界 不是每一个凡夫 在一生当中 能得到的 得不到 得不到也能往生 所以在四一心 前面 说是功夫成片 功夫成片 我们可以说 每一个人都可以 达到 讲到一心不乱 那的确 不是一般人 可以做得到 因为四一心 见死烦恼断 等于 小臣的 古罗汉 等于 年叫 其性位的 菩萨 那 举一定是 圣人 不是万夫 在这个境界里 我们晓得 小臣 古罗汉 具足六种神通 所以念佛 念到四一心不乱 问问 这有没有六种神通呢 有的 我们今天 天言 没有先前 天耳 没有先前 就证明 我们念佛功夫 没有到四一心不乱 能念到功夫 成片了 就好 功夫成片了 是你有能力 把你的妄想分别烦恼 浮重 一天到晚 念念当中 就是一句阿弥陀佛 除一句阿弥陀佛之外 没有一个杂念 咱们拥有没有呢 有 因为这一句阿弥陀佛 把它盖住了 石头压草 草并没有出根了 石头把它压住了 虎无烦恼 没断 一心是断了 那个草 连根都拔掉了 功夫前身 在这个地方 福容易 断难 福就能磨刷 所以你能福烦恼 福住了 特别是在日常生活当中 厨师待人 皆无 其心动念之处 用功夫 我们遇到顺境了 顺境会起贪心了 会生欢喜心了 这个先是烦恼 这个先是轮回 这个念头才一动呢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要下去 这叫用功啊 功在这个地方用点 遇到不顺心的事情 起烦恼了 成恨心起来了 赶快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把又压平了 这叫功夫 你能常常用这功夫 使你的七情五欲 都化在这一句阿弥陀佛之中 你的功夫得利了 这叫做一平 这样的功夫 这样的功夫就能往生 凡胜 同居图 如果念到四一心呢 那是三方便又一图 念到礼一心呢 是三十报 状元图 这些我在前面 都详细为诸位说过 这是我们自分 自己的功夫 不论佛的加持 因为到西方的极乐世界 佛力的加持 全都是熬皮八字复杀了 那是佛力加持的 这是不论加持 是论我们自己的功夫 那么因此往生极乐世界 自己功夫高下 实在讲 没什么关系 最低限度是 我要能往生 要有这个起码的条件 因为你往生之后 得佛力加持 到达西方极乐世界 你的智慧神通道理 就跟师弟菩萨 等救菩萨 差不多 所以我们自己功夫前身 实在讲 那是无所谓的 道道不必在这个地方 去操心 去忧虑 我们的心真的放下 真正的自在 老老实实 一心去念佛 就对了 就不会有错误了 那么四句 这个这个特别说明 与我们念佛求生 有密切的关系 当我们听到这个法文 可以在一生当中 聊生死出三戒 在一生当中 云阴阵三不退 圆满成佛 但一往生 我们对这个能心 决定没有疑惑 于是真的 依照经典的教训呢 去做 一心心念 一天到晚 行住坐屋 心里头有福 这个地方要特别注意 这个心里头有福 不是指心里头有这个佛号 心里头要有福心 要有福欲 要有福的行持 那才叫真点的佛 光有这句名号 没有福的欲 没有福的心 没有福的行 那这个力量还是很薄弱 我生未必可靠 心里头确确实实 有福的愿 福的心 福的行持 你有决定的 而且 心上这叫真地有福了 那个妄念 妄想分别 指责烦恼 你不想去福 自自然然付出 自然付出 所以这个法门 好啊 法门妙啊 至于 离迟的 他了解念佛法门 一念相应 一念佛 什么叫相应 你一定要记住 我刚才所讲的 那就是我们的心愿皆行 跟阿弥陀佛是一样的 这叫相应 念念相应 念念佛 当然是身心不易 自自然然的 他能够做到 多摄六根 静念相应 功夫向上提升 就能够达到 能所双望 心佛一体 所谓是念而无念 无念而念 这个是念佛的上乘功夫 说再说 给这个禅门里面讲的功夫 没有两样 但是 在方法上来讲呢 比禅宗容易太多了 所以这个法门 的确是一行道 在难信而一行 那么一行不乱 就是观经里面讲的三行 三行呢 就是通常讲的大菩提心 心只有一个 哪里会有三个呢 说三个 是佛 方便说 第一个说心之本体 第二个说心的作用 是这么说的 在作用里面呢 有自受用 有他受用 换句话说 我们用什么样的心 对自己 用什么样的心 对一切众生 这心的作用 从体上讲呢 是至尘心 这是观经上讲的 马明菩萨 往生 往生 跟至尘心 那个 对面的 就不成了 虚情 假意 我们反复用的心 是虚情 假意 这个要知道 这个要知道 绝对不是真心 说老实话 夫妻 父子 都不是真心 夫妻 会闹 离婚 那哪是真心 这不是真心 假的吗 父子也会吵架 也会老别人 现在好多 特立父子关系的 这都是虚情 假意 所以要晓得 反复用的心 都不是真心 因此我们修佛的人 知道 你说你对我真心 我点点个 我想的 假的 不能当真 当真 我们就吃亏上当了 我对你也是假的 你对我也是假的 都不是真诚的 佛菩萨是真诚的 用心真诚的 那我们学了佛呢 我们就要学佛菩萨 我们要用真诚心 对人 对死 对我 他假心假意对我 我还真心 真意对他 对 他搞六道轮回 我要做佛 做菩萨了 那怎么会一样呢 如果你不甘心 不情愿 他对我假的 我也对他假的 他躲地狱 我也去吧 那不就是这个意思吗 那叫离祸殿堂啊 我们要用真诚心 无论人家用什么心对我 我们一定用真诚心对人 我跟佛是用同一个心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那么对自己呢 对自己呢 身心 这个身心呢 就是清净心 平等心 这是自受用啊 这真是至高 我无上的享受 自己清净 平等 对别人呢 对一切众生呢 大慈大慈大悲 慈悲 是从清净 平等里面 生的 这叫大慈 大悲 因为他没有分别 没有支柱 没有分别 是平等的 慈悲是平等的 没有支柱 这个慈悲是清净的 是没有污染的 那么在观经里面讲的 法愿回向性 这个法愿回向就是 大慈大悲 这是我们要学习的 我们平常啊 除世带人间无 要认真去学 这是福心啊 要时时刻刻提醒自己 我们齐心动力 违背 对人有虚假 对人欺骗 那我们已经是 堕落在轮回了 与佛不相应 虽然是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不相应 如果我们是真诚心 清净心 平等心 慈悲心 那我这个 一句句佛号 都跟佛相应 我的心跟佛心相应 佛以四十八愿 帮助一切众生 我也同样以这个愿 帮助一切众生 我的愿跟佛 愿相应 表现在日常生活之中 尽心尽心尽力 世出世界最大的佛负 是什么呢 是灵命宗师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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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一切祝福如来 来迎接你 一切祝福都来迎接你 上平上身 上平上身 才能见到 上平中身 阿弥陀佛 与五个尊佛 来接应你 上平中身 所以我们这是最大的佛负 祝福来亲自 接应你 欢迎你到西方 极乐世界去 我们做得到 做得到 要肯做 你今天为什么做不到呢 你怕吃亏 怕上当 怕别人占你便宜 结果你就吃了大亏了 西方极乐世界没份了 殊不知 我这个地方肯吃亏 不怕吃亏 不怕人骗我 我们就占了大便宜 我们得到的真实的佛报 祝福来迎接 那么这个时候 心地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跟阿弥陀佛 到极乐世界 到达极乐世界 要晓得 就到达 一切祝福 包括我们这个世界 你可以随心 随时 都可以来 那个时候再来 是菩萨身份 不是凡夫了 就沉运再来 独自在 不想我们现在 出不了轮回 那个时候 那个 那个 出入境 这个边境 没有障碍了 你自由出入了 我们现在出去 所以到达西方 极乐世界 再要到 苏婆世界来 来去 自由 随时随地 来去 自由 这叫 得 大自在 所以 佛在经上讲 我今是利 利是利益了 我释迦牟尼佛自称 释迦牟尼佛 亲眼 建造 这个利益 所以 劝我们 引导 法院 这哪里 可会有错误呢 所以我们 明白 这个 法门 实在是 在所有一切 法门里面 它是最 简单的 最 容易的 最 直接的 最 快速 而且是 最圆满的 因为 念佛 是因 成佛 是果 当下 圆明 所谓是 无语 无欠 欠是欠学 一丝毫 欠学 都没有 古大德 所谓的 上上根 不能 欲其坤 上上根 就是指 华严经上 文书 谱卸 华藏 世界的 等着 菩萨 还要 法院 求生 戒 土 下下根 也能够 往生 成佛 下下根 是指 无力 十五 地狱中生 他们 所敢 借人的佛 俗生的 净土 实实在在 超过 舍方 诸佛 插土 所以 廉耻大师 赞叹 这个经 真正是 横盖 芭蕉 树车 五十 这两句话的意思 就是 梅桃经的 内容 把释迦牟尼佛 四十九年 所说的 一切经论 统统都包括了 就是这个意思 八教是在 天台家讲的 教下 五十 是讲的 这个 包括 成宗 都在里面 释迦牟尼佛 讲经 是 华业 阿罕 方等 般若 法华 五个十七年 这个意思 全部 四十九年 所说 都 出不了 阿弥陀金的 范围 说这个话 不容易 他要不是 真正透彻的明了 这一句话 说不出来 所以 倘若还不肯 实行 他 实行他的 学习 不能完全 接受过来 这就是对于 祝福菩萨的 不顺从 不顺从 顺从 当然 这前面都跟各位报告过了 这个不是偶然的 不是侥幸的 而是他 而是他 过去身中 预言成熟 临终遇到 善友 劝导他 念佛 往生 他听了 就能相信 听了 就能接受 由此可知 这个法门功德不可思议 确确实实能普度一切众生 我们过去初学佛的时候 常常有个妄想 因为在战佛里面 我们常常在佛的智慧断能 都是究竟圆满的 万德万能 这句话 到底是恭维的话 是赞叹的话 还是四十年 我想有很多人都有这个疑惑 你要去请教法师大德 有些法师大德 直接了当地告诉你 这是赞叹的话 佛也有所不能了 我们听了 觉得这个话也蛮合理 假如 要不是四十 我们这种赞叹 就过分了 过分了 就不是恭敬 过分了 吹捧 那假的 佛还要我们去吹去捧的吗 那说实在话 我们对佛就是大不敬 如果是四十 那这个赞叹 那这个赞叹呢 才是叫真正公正 于是我们提了个问题 定于众生 造无力食物 极重的众生 佛有没有能力 叫他立刻地成佛 如果有这个能力 那佛真的是万德万能 如果没有这个能力 那这个就是一个虚假的恭维赞叹的话 世间人喜欢听假话 你会从前帝王 我们都称他万岁万岁万万岁 实际上他自己也清楚 他哪活得了那么久呢 这明明当面呢 说假话 他还喜欢 所以糊涂啊 真真的是糊涂啊 当面说假话了 所以佛 我相信佛是聪明人 绝对不像世间帝王一样 让人家当面呢 用假话来捧他 这个是无相佛是 都会喜欢这些事情 所以从这个地方看 从对不经上看 从四十八面上看 我们才真正体会到 佛的得能是圆满的 确确实实是万德万的 这个赞叹是真实而不是学家 所以对不经 我们知道他在一切经里面的地位 在一切法门里面 他的价值都是低了 这个时候 我们自己才真正感到 荣幸之志啊 我这个学佛怎么就遇到佛法里面 至高无上啊 圆满地业的法门 我们才遇到 在这个欢喜心里面 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 决定不能放松 欧耶大师 慈悲到了极处啊 他在这个诸节里头 有一段话说 福音 自速之日 这是对我们 恭敬 到极处了 那是个祖司大德啊 他对我们简直亏述了 恭恭敬敬 跪在地下礼拜逐月呢 希望 无论是出家在家 无论你是有智慧还是愚痴 这就包括所有的这些众生呢 对于这个 解义知己 无上云顿的法门 不能把它看作太难 因为你看太难 你就不敢接触了 不敢修修了 不要把它看作太难 也不能把它看作太容易 看作太容易 你就漫不经心 你就不认 那也不能成就 不能把它看作太浅 看太浅 你瞧不起它 那也变成障碍 也不能看作太深 看作太深了 自己不敢接受 这几句话很好啊 所以我们一定要用什么 要用恭敬心 亲近心 平常心 来法院 认真 努力 修修 我们要特别 记住 佛讲的母亲实力 这句话 不可以 含糊 笼统的 看过 为什么呢 这是释迦牟尼佛 轻言所记 佛是 无言 愿明啊 看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 利益 什么利益呢 简单的说 这一生当中 你就能够超越六道轮回 这是利益了 你修行其他的法门 超越轮回 超越轮回 非常非常 不容易 见思烦恼 不断尽 就没有能力 超越六道 这个法门 魂超 宿迫 宿迫 这是第一个利益了 第二个利益 送到西方极乐世界 欲言正三不退 一生成佛 这第二个利益 第三个利益呢 我们前面跟大家报告过了 到西方极乐世界成佛了 只要三四季的世界呢 就成功了 我昨天晚上跟诸位讲这个二生七季 我还讲漏掉一头 这个是名相啊 好久不讲了 所以也都忘掉了 我昨天跟大家讲 一和二生七季 是一千底下八个万字 那八个万字底下呢 还有一个单位 那个单位叫赵 我们中国的算法了 是万万为亿 万亿为赵 用那个赵做单位 是一千万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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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 赵 才是一个二生七季 要不然想起来 补充起来 你才想到 西方世界只要三季四季就成功了 这个利益太大太大了 世尊叫摩金实力 所以这个真是难得 所以从前 云阴法师 云阴法师有个弟子 明阴法师 曾经到台湾来过 明阴法师 几乎所有一些著作 都是明阴法师 给他记录 给他整理 出版的 那么在台湾 流通很多 因为在台湾呢 不得胜法师 是原阴法师的学生 跟明阴法师是同学 原阴法师 一生 是教宗论言 行归净土 他一生呢 是弘扬 论言经 是有名的 论言专家 你看到论言经 讲义 前面的序文 他是25岁 发心学论言 那个讲义是他 大概是74岁的时候 完成 一生呢 这个功力 都用在 楞严上 他自号 三求堂 主人 他住的那个地方呢 那个讲堂 叫三求堂 三求 求什么呢 求福 求会 求神 尽土 云阴法师 是往生进土的 值得我们 消防 因此 我们仔细观察 古今 出家 在家的 这些大德 他们修行 艰苦 成就 唯有 念佛法文 是最稳当的 所以 所以 多少 法师 到万年 呢 觉悟了 万年 呢 回头了 我在早些年 佛光山 刚刚 开山的时候 我在佛光山 住过一段时期 那时候 唐一玄 居士 方仁居士 忠景德 居士 唐老跟方老 都已经 往生 好像 忠居士还在 住在 这个 屏东 我有一年 在屏东 讲经 他老人家来 看我 已经 八十多岁了 现在 如果要在 可能有九十岁了 忠老 居士 一生 残残 学密 他遇到我的时候 他说 法师 现在 残个密 都不得力了 我现在 念佛了 我说 恭喜你 好啊 你念佛好啊 他告诉我 他通通放下 所以晚年 回头了 八十多岁 回头 一心念佛 他告诉我 他一天 念三万圣佛好 那个时候 看到跟我见面 八十多岁 满面 红光 身体 非常好 他告诉我 一天 念三万圣佛好 走三万步 他在屏东 乡下住 精行 在乡下就是 运动 走路 走一步 念一句佛好 三万圣佛好 他走三万步 我说 你这个运动量 也够了 心体很清净了 所以身心健康 许许多多的大德 无论许中门 教下 多万年 回过头来念佛的人 多 太多太多了 在著名的 永明野兽大师 是从禅宗里头过来 他是在禅宗里边 大扯大乌 回过头来 专修进土 是我们进土宗 第六代的祖司 进土宗的六祖 是永明野兽 车目禅师 你们在这个 这个 净土诗要 副本里面 看到的 车目禅师 一路 全都是 劝人 念佛 修进土 从禅宗里头 回过来的 教下里面 就更多了 天台 至者大师 念佛 往生净土 至者以后的 天台家的 祖司大德们 往生净土 的 很多 很多 这就说明 这个话们 真的是最稳当 只要我们 居足 心 愿 心 就是 一心 吃 吃 您 要记住 我刚才 所讲的 名号 提醒自己 心愿皆行 如佛 一样 这是你心里 都真有佛了 有佛不是有佛的名号 不是有佛的相貌 而是有佛的心 有佛的愿 有佛的心 那是你真的有佛了 心里有佛 叫念佛了 所以不是光是口上念 有口无心 那个不行 那个没有用处 所以我们自己 居足 这些条件 就能够得到 阿弥陀佛 本月 威力的 加持 这个加持 不仅仅是 往生以后的 加持 现在 就加持 你现在还念 现在佛 就加持 什么时候愿退了 加持就没有了 即使愿又起来了 又加持 妙不可言 福利加持 你身心自在 幸运居足 化喜 充满 所以 这个 没有往生之前 我们现在这个生活 确确实实 是幸福 快乐 这种幸福 快乐 别的人 体会不到 真正幸福 真实 快乐 你就得到 所以西方 极乐世界 那个极乐 现在就得到 虽然不得到 圆满 得到少分 那个极乐 可以得到少分 那么这个就是 相应 相应的 成绩 相应的 果实 我们现在 就能够 感受 得到 现在要不能 享受 说将来 果报 怎么好 我们还会怀疑 现在那个极乐 少分 我们就享受到了 你的信心 你的信心 当然是 坚定 所以这个法门 非常的 神妙 大师 在诸节里面 告诉我们 破坚一切 吸论 吸论是什么 指一切 今天 三藏 十二分教 也都所讲的 又说 斩断 一切 一斤 那个一斤是 禅宗里头的一斤 这两句话 那个意思就是 灭佛这个法门 超越教下 超越禅宗 是这么个意思 所以大家看这个诸节 看到这两句话了 要晓得 它的意义 含义 这所在 唯有 马鸣龙树 至这 用鸣之流 彻底 丹河得去 什么人相信 谁能相信 这个念佛法门 这一股梅桃经 是超越一切经之上 超越禅宗之上 什么人相信 马鸣菩萨相信 龙树 祖沙相信 这是指印度的 古代的两位高僧大德 在中国呢 智德大师相信 智德大师是天台中的 是法华中的 他老人家念佛求生尽处的 他相信 如果这个法门 不超越法法 智德大师 怎么会念佛求生尽处呢 从大师晚年念佛求生尽处 一生弘扬 法华经 我们就想得 超过法华 超过华言的 更不必说了 末后普贤菩萨 是大愿望 倒归极乐吧 这是华言经的总结嘛 接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 永明大师 永明是中国禅宗的祖宗 在禅宗里面 大车大路 明行见信 回过头来 遵修净土 专宏净土 这四个是印度 中途 了不起的 大德 他们相信 他们能接受 可见的 这个话 不是假的 其他这世之辩聪 通辱禅客 通辱是儒家的这些学者 禅客的这参禅的禅盒子 这些人呢 说 静思 良度 他们去思索 去研究 去探讨 越想 越远 越探 越找不到 门路 所以这不是第一等的智慧 他的的确确 他见不到 必须要像马鸣龙树这些大德 他们才见到 见到四世真相 因此 这一般的 修修 宗门教下的 这一些人呢 反而不如 那些乡下的老二公老太婆 还不如他们 他们听了这个话 一听到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灵命宗师又站着走着 坐着走着 真是潇洒了 不如他们 这些人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成就呢 他老实 他不怀疑 听说 西方极乐这世界这么好 他就老实念 他在一个老实念里面 你也问他 你发菩提心了 他不晓得什么叫菩提心 你问他 你有没有幸运性 他说我也不晓得什么幸运性 他这里就完善了 其实呢 他这一句佛号里就通通居住 他心地真诚 清净 慈悲 你看 他自自然然就跟佛心相应了 他能够看到一切众生 他会尽心尽力的当作 他那个行持 他那个行持 也自自然然的 不知不觉的 都跟佛讲的相应 你问他 经懂不懂 不懂 没念过 可是他做的呢 跟佛经上讲的完全都一样 他都做到了 岸核到庙 前通佛智 没有学自然就会了 为什么会了 心地真诚老实 这个了不起啊 所以 释迦摩尼佛见到这么多的利益了 这么多的好处啊 所以才说 某件是利益 这一句话就是 清清楚楚 佛言所见 佛亲口为我们说出来 给我们证明 这个事实真相 如果我们是个聪明人 是个正常的人 应当要接受啊 他还不相信 还不能接受 这就是说了 那个人呢 头脑不正常 有问题啊 不是正常人 所以李老师讲 非欲以即狂 要不是欲吃 就是狂妄 不正常 正常人听到 没有不接受 没有不依教奉行的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介绍到此地 这郑宗芬呢 跟诸位报告圆满了 底下经文 是刘春芬 谢谢你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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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 李宗盛